呃,今天晚上也没太多比赛啊,那还是老规矩凌晨了三点钟,三场比赛啊 呃,这三场比赛刚开赛啊,刚开赛 嗯,其实这三场比赛我刚过了一场,我感觉也不是什么好的比赛,不过也没有太多比赛可以选,没有可选性 那就只能是给大家分析一下吧 呃,第一场是这个,两只,两只杂牌队,我只能这么说吧,两只杂牌队,但状态上来讲呢,组队也拥有主场之力,然后这个数据也还是比较好看的 呃,科队这边的话,情况比较糟糕,但是比较糟糕的情况是两场这个友谊赛造成的,其实也就只有一场比较糟糕,但是 说明不了什么,就,但是这两只球队的底运是比较接近的,那底运比较接近的情况之下,又是这个联赛的斑霸,那 我只能说,作为主场来讲,又值得看高一线了,因为主场,要保个面子嘛,怎么也得想办法的应求 呃,那这种情况,主场是值得看高一线的,然后我们看一下盘口怎么开 呃,这盘口,这盘口一看就感觉好像右盘的感觉了 呃,这个水位开的太低了,你水位开的太低了,盘口也给的很低 呃,这有点像右盘的感觉,这场比较说实话,我就看的这个样子,我都不太,不太感兴趣了 这场比较我就,我就放弃的念头都已经出来了 呃,这个0.75,就这样这么说吧,这个0.75这个水位是很诱人了啊,相当的诱人半夜球啊 再加上主场的这种状态,而且还是主场之力 呃,说实际上的话,这个太诱人了 然后,持续时间是从8.30,那现在都凌晨了,8.30到现在这么长的时间 我,这场比赛,说实话,能赢我也,我也看谁的啊 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黄冠的这个盘口,黄冠盘口也差不多 哎,黄冠盘口还临场,还给你胜了一个一球啊 这个是很扯淡的一个操作了,这个操作 呃,这场比赛我是直接放弃了,不分析了,不分析了 第一场直接放弃了,这也是没什么好分析的 呃,赫兴基,赫兴基对黑山的话 其实芬兰操的比赛整体的质量上来讲 要比这个黑山的质量要高得多 呃,芬兰的这个整体球队的素质还是不错的啊 然后赫兴基这支球队,其实以前是蛮喜欢进攻性打法的,这支球队 黑山的比赛我说实话我也不太了解 但是整体球的素质来讲,肯定是比不上这个分操的 也就是主场赫兴基今天晚上也应该是个大热的一个情况啊 呃,盘口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阿门盘口 阿门盘口,可以这场比赛 整体的水位给的很低啊,可以啊 这个比赛还行啊,说实话,感觉还可以 然后这个临场,高峰期啊,这不叫临场啊 他这个是11点钟的,这个是凌晨的比赛 呃,他这个水位停留了一个小时左右 但是这个水位不算高,我觉得还是能接受的啊 这水位不算高啊,这个小冲刺做的还是可以的 那,就皇冠的整体盘口上来讲 我觉得这个组队的概率还是蛮高的 组队打出的概率还是蛮高的 水位啊,还有盘口啊,还有临场的一些呃,冲刺小操作这些东西 我觉得还可以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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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皇冠这边,皇冠这边其实水位也不错,水位也不错啊 水位不算太高,水位在整体不算太高 然后临场这个15分钟的时候有一个 刻意降盘的这个操作啊,刻意降盘的操作 加盘之后水位点的话也维持在比加盘之前要低 那综合的来讲,呃,两家公司对于赫兴机能打出的这个 这个评估来讲的话也是比较保守 也可能赫兴机能打穿盘的这个概率还是蛮高的 那这一场赫兴机倒是可以推一下啊 这个倒是可以推一下啊,但我觉得 嗯 说实话这个,再看一下,再看一下 呃,这个,0.9这个水位持续的时间有点长 嗯,这升盘是能很早一点长 这一场比赛要推也不能推重点 这一场比赛,绝对推不了重点 这个比赛,顶多就放到个串吧 放到个串里面,这个比赛 连单注我觉得都不妥 这个比赛已经单注了不妥 放到个串里面去吧 然后,哎呀,进球了 啊,那进就进了 呃,这个,虚压力的比赛 科索洛超级的,科索洛,呃,肯定从整体的一个实力上来讲 我觉得还是比不过能虚压力啊 呃,组队今天的目前那个状态也是相当的好啊 科队的状态也不差,啊,科队状态不差 跟这个是谁打 这两场都是小联赛的比赛 呃,那整体上来讲 组队稍微值得看高一些啊 哦,这个盘口就有戏了 这盘口挺有戏的 呃,这盘口开的很大 作为主场来讲,他们开这个盘口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 至少从盘口上来讲值得看高一些 然后这个水位点其实也不算高 水位点还行 呃,这种状态加这种盘口 再加这个水位点 我觉得还是能够在接受的范围之内啊 还挺可以的啊 还不错 能接受能接受 然后临场有一个跳空 这个跳空 这个跳空在于这样的一个大盘口的情况之下 然后还有这个双方对五 这个状态都差不多 情况之下 我认为这个跳空降水也不算热啊 也不会引起照热 那再看一下这个 皇冠的这个盘口 皇冠的盘口 嗯 有一个动荡区 但是动荡区 我们看一下它的时间 动荡区把水位 把水位给推高了 但动荡区的这个 时间周期并不是那么长 并不是那么长 这个周期并不长 整个动荡区算起来 也就是大概两三个小时左右吧 两三个小时的总总和啊 那这个吸收码量也不会 就有太大的压力 嗯 震荡区 这个震荡区的手法也是 比较有力把这个重码往下盘感 从上盘的话 把这个不稳定的重码往下盘感 我觉得这个震荡区 这种超盘逻辑还是不错的 然后临场的话 持续的这个水位也可以啊 这个水位其实还蛮不错的 如果说它想右盘的话 这个水位最好是升到 0.89 0.89左右 不突破0.9我觉得是最好的 但是这个整体水位还是比较低一个情况 啊 有一定的保守保留组队能打穿盘的 这有可能性 这也是这场比赛可以 就是澳门跟 啊 这个已经过了 啊 这已经过了 啊 没什么选拟 啊 这个可以小注意一下啊 菲林磁瓦罗斯 这个可以小注意 这个小注意一下 那今天晚上就推这么多呗 啊 希望明天一早醒来飙红 啊 其实这两场比赛我已经提前下注了 啊 因为每一次 每一次现场录视频的时候 我都会经常会错过一些比赛 所以现在基本上都是先下注 再给大家分析 啊 再把思路从头再来一遍 啊 最近有这个网友质疑 我这个是 我在YouTube的那个账号就是方块足球啊 YouTube的这个账号就是方块足球 啊 不要质疑我 这个是搬运别人的视频啊 这个本身就是我自己的视频 质疑我 我太想公开这种 所谓的 赛前分析的这个原因 啊 还是比较复杂 啊 因为我所在的地区可能不太适合公开的去做这种事情 呃 另外一点就是 我们都是小圈子里面 就是 基本上都是小圈子 现实的朋友 然后大家一起讨论 然后 其实大家彼此之间的水平差距也不大 所以大家一起研讨这些东西 那我这个视频其实也是在跟朋友交流的一个视频 然后 顺便录一下吧 只能这样讲吧 顺便录一下 然后让大伙 呃 有一个这个技术层面的一个研讨 然后你们其实也可以在这个留言下面 问一些技术问题 我一般有空我都会回答 呃 但是 不是每一条都答 是吧 有有几个粉丝 呃 问的问题我都会有回答 但是 这个 都是技术层面的交流 至于问一下 问一些我 有没有微信啊 能不能 带操盘啊 这些 我觉得你现在也不用去问我这些问题啊 首先我并不是靠玩 球为生的这样一个人 然后我本职工作还不错 呃 玩球是我一个爱好 这个爱好已经持续了有十来年了 所以在 呃 专专业程度上来讲我可能会比一般玩家更专业 因为我有自己的软件 呃 自己的 一套 宿主模型 呃 有一套自己的这个操盘思路 包括我们小圈子里面很多人都会有这样这样的一些条件 因为 呃 我们这个圈子 基本上也都玩了十来年了 然后 大家 呃 从这个 呃 本身的素养上来讲的话 我们也是具备这样的一个分析能力的 无论是从工作上来讲 都具备这样的分析能力 所以我们会 呃 把这样一个爱好持续下去 啊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爱好 有时候 输赢其实也不重要 我们只是享受这个分析的过程 这些分析的过程让我们 大家有一个话题来讨论 啊 就是这样一个圈子 啊 以后也会出一些教程方面的 但前提也是得我有空 好 不说那么多 先这样 好我们来看一下赛果怎么样啊 呃 昨天是分析了这三场这三场比赛 啊 然后 中注这一场啊 这一场是打出了 这场OK 没问题打出了 赫尔兴基是早早就打出了 啊 不过赫尔兴基没有做单注 来考虑赫尔兴基只做了一串 也就是说 收一注单注 然后收一串 他串一 也行了 不贪多 这场克罗拉是放弃啊 这场没抓住啊 没抓稳 放弃了这一场 好我们 复一下盘 呃 这场比赛 其实赢的也没有太大的悬念啊 不过这一场比赛真的是 装控盘的力度特大 这种小队伍 这种 这种垃圾垃圾联赛队伍 打比赛这是不要脸啊 看一下啊 71分钟74分钟78分钟 连续进球啊 好像对手就是好像 对手就好像是空城一样啊 随便进了 所以有时候这种小联赛 我也是蛮喜欢他 也就是这一点啊 他玩上半场的时候是疯狂的降盘 啊走地盘的时候 上半场是疯狂的降盘 然后下半场疯狂的进球 啊我就喜欢这样的比赛 其实一场联赛 特别是小联赛 盘口很重要啊 盘口看好了 基本上胜负掌握六七成 就这么回事 因为这小联赛 装架控盘的力度 极极高 啊我们看一下 也就是说 从分析上来讲 就是两堆的状态都不错啊 组队是明显让不起 这么一个 一个大盘口的啊 但是组队还偏偏就让了 啊最特别的操作就是 林场挑空这个水位 这个水位点让我判断 认为 从逻辑上判断啊 这个其实昨天我都没有做这个 呃整个数据分析啊 我这场比赛完全没有做数据分析 从逻辑上我就咬定了 这个比赛是没有问题的 果然还是这样子啊 主要是这个跳空的操作 他领场降水 领场降盘 但是没有降水 没有降水无所谓啊 有时候降盘也不一定要降水 但是领场这个跳空的动作 我就感觉他组队是基本上就是 妥妥的 而且他综合的一个水位也可以明显看出并不高啊 这一点在这个黄冠这边同样也是得到一个 一个证实啊 黄冠的这个水位给的更低啊 特别离谱啊 黄冠的水位给的比澳门还低那就很离谱了啊 同样的一个操盘思路逻辑 还有盘口的情况下 黄冠的水位要真的给的比澳门还低 那这种比赛就值得我们特别关注了 所以这场打出没有什么悬念啊 确实也没什么悬念 然后这个第二场 这场不敢推 不敢推重点 只推了一个串啊 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先看一下这基本面啊 还是负一张汉 这基本面上来讲呢 赫尔兴基是有优势的啊 这个这一支球队是有优势的 而且赫尔兴基作为分操的球队整体来讲 比黑商的这个实力要高一个档次的 虽然两支球队都是属于小联赛 也都是属于欧洲的垫底球队啊 但是 芬兰的整体一个球队的底运是要 比这个 黑商要强的 也就是说芬兰肯定是热门 这毫无疑问的 没有悬念的 芬兰肯定是热门 但是他这个盘口啊 虽然说前期的这个盘口水位 还有这个盘口开的都相对比较合理 但是这一场 他这个拉伸啊 这个拉伸拉的 拉的有点太早了 所以这场当时我是对于这一点来讲 有一定的顾虑啊 所以拉的特别的早 我就感觉拉的拉的太早 再加上主队这一边 整体的一个状态还是不错的 底运也比较强 那这个时候就有点像送钱的感觉 那澳门这边的话 林场还降了 就 呃 黄管这边林场还降了一个盘啊 降了一个盘 这个降盘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啊 这个降盘没有问题 也就 也昨天唯一把它给 推荐出来 至少能够做到串里面去 加到串里面去 也是因为这一块啊 也是因为澳门的表现 澳门的表现还算不错的 呃 所以澳门的表现让我认为 有一定的概率还是可以博的 呃 所以这场比赛还是最终还是放到串里面去的 呃 最后这一场比赛 说实话这场比赛 我真是有点觉得悬啊 这个比赛 呃 特别的悬 不过从专家的角度上来讲 这场比赛组队打出的话 他也会不会亏 因为他的水位放的特别的低 首先从专家上来讲 主队是没有悬念的啊 主队基本上没悬念 主队也是热门的 但是他这个降水降到了半一球 从一球降到了这个半一球 半一球 其实这个水位相对的给的高了 因为这个状态特别好嘛 然后给0.75 这水位还是蛮高的 这个水位点 虽然虽然从数据上来讲不是很高 但是这个太便宜了 这点太便宜了 所以我昨天还是比较犹豫这一点 直接就放弃掉了 但他打出那也没办法 是吧 球总要有一方打出啊 而且有时候他也不是绝对精确的 哪怕是读懂了盘口的也不是绝对精确的 所以这场放过就放过了 无所谓 呃 收一个单柱加一个串 也可以 啊 这个战果还满意 好 呃 那就今晚再找一些比赛 适合的再给大家分析一下 好 那先这样